現在來介紹第六弦上面的音 第六弦的開放弦 也就是不用按 直接播的話 你會得到一個音是E 學古典音樂的人 通常會說這個音是me Do Re Mi Mi 但是我比較建議各位 把它記成ABCDE E 那根據之前我們所上過的 一些基礎樂理 全音跟半音的那個部分 在吉他的構造上面 每差一格 就差一個半音 特別是 有一個簡單的規則是 當我的手越往 吉他的響孔這一段按的時候 音就會越來越高 各位可以聽聽看 越來越高的感覺 由於我每次都只移動一格 所以他每次都 只高一個半音 好 我們知道F這個音比E高一個半音 那我們現在回來 講剛剛開放弦這個音是E 現在我把左手的 十指 其實用別的手指也可以 壓在第六弦的第1格 這個音就比開放弦那個音 比E高了一個半音 所以這個音就是F 如果我想要找到G這個音的話 G比F這個音高一個全音 也可以說高兩個半音 所以各位可以看 畫面上我的十指 在第1格 那G應該會 高兩個半音 在第3格 所以這個音是G 那至於第2格這個音 比G低一個半音 所以叫做降G 也可以說他是 升F 因為他比F這個音 高了一個半音 所以這個音可以叫 升F或降G 再來一次喔 E 在第6弦的開放弦 第1格是F G在第3格 如果我要找A這個音 A這個音會在 同一根弦的第5格 B 依此類推 所以我要找 AB的 B這個音 會移到第7格 因為B這個音比A高 兩個半音 再來是C這個音 注意C跟B這兩個音只差一個半音 所以當B在第7格 C會是在第8格 再往高音的地方推 C在第8格 所以D高兩個半音 或者說高一個全音 所以D應該在第10格 好 D的下一個音是E D 所以在高一個全音 到這個位置 會是第12格 各位可以看到 第12格這邊 在我手指按的 紙板的側面這邊 有兩個點 或者紙板的正面也會有兩個點 兩個 所以我這把吉他上面是兩個 像星星一樣的 記號 好 大部分的琴在第12格 都會有一個 有別於其他琴格的記號 因為第12格 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是 第12格的音跟開放弦的音是 音名是一樣的 像第6弦的開放弦是E 他的第12格 這個音 也是E 高一個8度的E B 這個是第6弦上面所有的音名 各位可以試著去找找看 例如說 找一個降B好了 請各位找找看降B在哪裡 現在揭曉 降B這個音 是在 第6弦的第6格 聽起來應該是 就是這樣子 好 再請各位找一找C 這個音在哪裡 在第 第6弦的第8格 接下來我們來討論第5弦的音 我們知道第6弦的音 在彈奏的時候 E F G A 請各位注意一下我的左手 E F G 當我要彈A的時候 我的小指其實夠不到 夠不到的這個 第5格這個位置 除非你的手要特別的去擴張 或者是 手就要移動 其實有另外一個更 好彈 可以彈到A的辦法 就是第5弦 因為第5弦的調音 就是調成A 所以聽聽看 第6弦的第5格 這個音A 跟第5弦 開放弦的音 應該是一樣的 如果你的吉他音有調整的話 聽聽看我彈第5弦的開放弦 是一樣的音高 好 所以第5弦的開放弦是A 我們也可以 從這裡來開始繼續往下推出其他的音 所以第5弦的第2格 就是B 因為B比A高一個全音 C 是第3格 D是第5格 E 是第6 第7格 注意囉 E跟F 的距離是半音 所以F是第8格 E是第7 F是第8 G是第9格 對不起 G應該是第10格 我說錯了 第12格是A 又跟 開放弦 同一個音名 開放弦的A 然後這個 第12格的A 高8度 到這邊大家 應該會注意到 在吉他上面 有很多的 音 可以有 兩個 以上的位置 可以彈出一樣的音 例如說我現在彈一個C 第5弦的第3格是C 也可以彈第6弦的第8格 會得到一樣的音 這個是吉他樂器跟鍵盤類樂器 很大的一個差異 好 我們接下來依照剛剛的模式 快速的往下降 第4弦的開放弦 它的在調音的設定上 大部分時候 被設定成D A B C D A的第1這個音 好聽聽看 開放弦的D 第4弦 所以E這個音 比D高全音 它會在第2格 F 指高半音 在第3格 G 在第5格 再往下推 A第7格 A第7格 B 第9格 C 在高半音 在第10格 第12格就是D了 又跟開放弦一樣 第3弦 也是 類似的模式 所以第3弦的開放弦是G G A 在第2格 B 在第4格 C在第5 D 在第7 E 在第9 F 第10 G G 在第12格 接下來是一個重點喔 這個地方蠻重要的 請各位注意 就是剛剛的音啊 就是 第6弦的第5格是A 我們把 第5弦的開放弦調成A 然後 第5弦的第5格 是D 我們把第4弦的開放弦調成D 是一樣的音 第4弦第5格是 是G 第3弦的開放弦也調成G 它似乎有一個一致的規律 都是跟 隔壁弦的第5格 開放弦是一樣的音 但是 第3弦跟第2弦之間 它們的 規則跟剛剛不一樣 第3弦的第4格是B 第2弦的開放弦 也要調成跟第3弦的第4格一樣的音 是B 第5弦的第5格會是B 因為第5弦是B 第2弦的第1格會是C 第3格是D 第5格是E 第3格是D 又回到剛剛那種規律 所以各位可以知道第一弦開放弦是E 第六弦的開放弦也是E 例如說第六弦的第三格是G 第一弦的第三格也會是G 考兩個八度 或者是F 跟考兩個八度的F